画园的老道要投孩子,他这下都千岁棒起来了,急了,哎呦,那脾气脏着的呢,你别看,在夫人薛金连跟前摆一摆顺,都很少高声说话,都是这个这个,弃声卖语儿的,在别人跟前,横着的呢。 这老大大干什么呀,啊,抢我的孩子,这急有此理,这是中军赶快就出来,都会回想,我得跟夫人商量商量,夫人一说呀,夫人笑,哎呀,这是好事情啊,千岁你怎么了,怎么,说不定咱这个孩子身上还有点什么盗骨呢,所以呢,被这位出家的这个盗人给看上了。 那咱就画给他吧,哎,跟他提一个要求,怎么,你别让我们孩子当老道就行了,说不定传咱们孩子有点真实的文令,这不是个好事情啊,怎么,你在关马村中,啊,这,这么多年,这点事你可能不明白啊。 哦,夫人言之有理,好,对对对,按夫人说的吧,是,外边有些人呐,全听见了,这棋牌也都习惯了。 习惯什么呢,知道我们千岁这脾气,哎,甭管遇点什么事,疼你一下,火不三丈,哎,等这个一见着夫人,层冷一下,烟消火灭。 哎,哎,进门的时候,那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啊,老实实,哎,吩咐一声过去,被高长请进来,被宿宅困呆,或者就这么把这个小儿子给画园就画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 哎,到一虎呢,最近这不是心情好一点吗?诶,正在这个,高兴之际,中装呆外边进来了。 天岁,啊,什么事?这个,这个,外面有人情无鉴,啊,什么人呢, 哪里来的?这个,没说姓名, 可你这么吓得乱的 怎么 没说姓名谁我就见了 岂有此理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打不走 不行这人不走 他说一定得见您 他说什么人 是您的侄儿 侄儿 他刚背着手 来回想溜达两趟 疼得一下 说没就吵起来 侄儿 这姓什么叫什么 没说呀 哎呀 都一虎心想 会不会是我侄子学刚啊 老天睁眼啊 怎么这可是天赐我的 我好像夫人有个交代 我光是这么安抚不行啊 再不行的话 都一虎都打定主意了 下约他就要旅行了 上哪旅行去 我找地儿溜达溜达 我找不着去 这总曾常在这不是个事 是不是学行 哎你等着 等着 这人什么样 中军这么一秒锁 这人的身高 长型 无意儿打扮 哎呦 到一会儿你转轻蹭了一下 怎么了 上椅子了 我说快 你等等 你别去了 把大儿子叫过来 看看 是不是你表弟 嗯 我来请听 都些人慌张张 那简直是一路小跑就出来 来到外面一见 果然是薛刚 哎呀 他跟他马上又回来 禀貌服啊 是我家兄弟 薛刚来了 哎呦 哼 等一会儿 一会儿这压着喉喉 磕把他乐坏了 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 哎呀 盼星星盼月灵 居然把我侄儿给盼来了 哎 那么你母亲能够 见到他侄儿一面 他的病体会立刻痊愈 我呀 我也就解放了 我别这样 我 我这实在受不了了 哎呦 快请快请 连说几声 薛刚打外面进来 老远的扑通一下跪下了 都一胡这么一瞧 果然是自己的侄儿 多年没见了 还是小时候那模样 是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爱 为什么 他不喜欢别的 喜欢薛刚的脾气 这人俩这脾气都差不多 赶紧 崩一下 沾伙儿就揉 哈哈 哎呀 你可来了 老头哭了 把外面第二位给叫进来 吴奇马三 赶快见过我家姑父 吴奇马三跪到 我个头起来起来 平身平身 这俩站起来 刚站起来 裤装又跪下来 怎么回事 可把这刻呀 吓着了 吴奇马三没见过这样的人 一看这位逗千岁 身高不足四尺 宽的下有三尺八 天二寸场景跟站比一边高 厚的下二尺六 没脖子 也肩膀弄端出脑袋来 好像是四方钝肉上摆着丸子似的 一扒着就掉 其实不行 扒着不下去都连着呢 这张脸 我的天哪 你说什么脸色这是 红里头青 青里头白 白里头 紫紫里头绿 我的天 怎么 这大花脸呢 这位是 压着喉毛 是红的 扎着扎着的纲然 是红的 可是老人家 两鬓 也见白了 也到了年纪了 头上戴金棍 身上招锦袍 小锦袍 小锦袍也锦袍 掐紧边走进 现实团花多多 龙瓣老猛 分身 海水江牙 这还扎着一条玉带 这条玉带 我的天 一块能捆一下仨人 把仨人都给圈过来 那都没事 低低腰 腰太粗了 向下一边扑 大红中衣 小侠一双 香牛皮 都跟斩要的 斩靴 老头立正啊 吴齐哪在 吓傻了 怎么 心里说 我家兄长薛刚 这姑父 怎么长得这么寒碜 这不敢说 也得跟他叫姑父 那长多寒碜 你怎么叫 起来不 爷们 起来起来 哎呀孩子们 来来来 快快快 把那表弟擦擦脸 擦擦脸 擦脸 户口喝茶 这射白酒业 不不不 不能先白酒业 这几个中军啊 棋牌啊 全傻了 怎么 就去看着 你得听着 千岁怎么吩咐 你别看他吩咐完 他说了不算 呃 待会儿都都不承认了 我不能 再再再再来 重新摆 不定得怎么着呢 您先别摆酒啊 您说摆酒 怎么又不摆 我得到后边 哎 给你母亲去送个信 你好好管代你 你家弟弟 还有这二倍 听见没啊 哎 一定要好好招待 哎 侄儿啊 哎 这个 怎么回事 这说话必须得这样 这血肝太高了 这血肝还得毛着腰 还得客气了 那也不行 哎 这个我得到后边 跟你姑姑说一声 哎呀 姑父 我现在就像剑高姑母 啊 说得夸张点 比母亲还亲哪 那可不得了 这血缘关系 那这这没办法 哎 这这这的 这这恨不得 一心就见着 你等等 孩子 这我能不知道啊 可你不知道啊 自从咱家里 谈了这个事之后啊 你姑 心都操碎了 他想你都快想疯了 哎 你这样去不行 我得给他 点精神准备 啊 你就在这 稍候片刻 一会儿啊 我来请你 听听没有 哎 好了好了好了 说话 那窗下两栖一晃 这人没了 把吴奇马该 下一个多头 哎 怎么 姑父 哪去了 那后窗户开 那窗户上枝下极 因为他怕热 这样凉快 感情啊 这不这么前岁 是这窗户出去了 哎呦 我天 吴奇马赛 他也太坏了 这也 他一直跑到内宅呀 哎 到了门口 先问问丫鬟 丫鬟 丫鬟干什么 夫人现在干什么 要睡觉了 那就得等会儿进去 哎 不能去打扰 经不得叫 那不得了 哎 如果要烦闷 或者是高兴 这这这怎么对待 他就这样 夫人呢 正在喝茶 这行 啪 一条链笼 前岁进来的 夫人呢 恭喜夫人 贺喜夫人呢 前岁进来的 夫人一愣 怎么前岁这怎么了 满面春风 没见过这么高兴 自从自己娘家出了逆世之后 从来她也没这么高兴过 这怎么了这是 出什么事了 夫人 不要发愣 也不要紧张 夫人你给我紧张什么呀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吧 我这不来给你倒洗来吗 你盼什么想什么呀 夫人苦笑了一声 怎么 那么我想什么千岁还不知道 我就想我的侄儿薛刚 找我 夫人哪 老天真眼 这怎么 口心自有好报 你说的都什么呀 天赐之而来也 咱那侄子薛刚 他来了 啊 薛金连一听 这是半信半疑呀 千岁 可开不成这样的玩笑 夫人爱很爱不过来呢 哪能开玩笑啊 这就有此理啊 你现在什么心情啊 这我能打查吗 哎呀 快把他领的 我见一见 好嘞好嘞 我这就去 我这不先给你送个线吗 哎哎 我说等等 夫人哪 这个 我说你们都站着干什么 出去出去出去 鸭魂婆子都笑了 不知道人家有什么悄悄话 这老夫妻都躲出去了 薛金连他干嘛这么紧张 你知道干什么呀 啊 夫人 我有个要求 这个啊 这一次啊 薛刚不是平天掉下来的 也不是蹭了一下油 地里蹦出来的 是我呀 用了平身的本领 我这平身的本领 我这所有的这个结束 我这全使出来了 值得吗 啊 那怎么着 我把他给你变来了 你呀 应该高兴 我有两条要求 才能让你见着凡侄儿 你说吧 第一 这个 不许哭哭啼啼 因为你身体刚好 这一哭一上火 再病了很麻烦 连侄子跟你都上火 你想想这道理 这年轻者是为我好 高兴还高兴 不过来呢 我怎么能哭哭啼啼呢 我听你的 哎 第二呢 这个 这个什么时候 这个 呃 这样让我说算两回 这 这行不行 薛金连也乐了 哪回你说了不算呢 啊 不是啊 这个 我当两天家 这都好商量 那得了呀 回去 这么一呼 咚咚咚咚 这老头儿还不累 好腰腿 还那么灵活感觉 就跑出来了 把薛刚给领来 哎呦 五字相见 嗨 这就甭提了 说不哭能不哭吗 那这是暴头痛哭啊 这些全都哭了 那无其马在 斗西人这这 亚魂瀑腹着呢 又不掉泪 这个斗伊虎啊 平生来性格 你看他这暴怒 这没什么 但是他喜欢高兴 越高兴 越好 他就怕哭啼 哭自己的鼻子 一定是发酸 我说夫人啊 这个 我不是跟您 这个 这个 请食过吗 大伙差点热了 怎么请食啊 不是 我跟您商量过 这个不是 您不是都答应了吗 这就不能呼 薛金连想 对啊 我这不是难过的泪 是高兴的眼泪呀 哎呀 薛金连抓住薛刚 这简直是看见亲人了 就看见家里人了 啊 这彭提多高兴 正在这时巴拉连笼子 一条 从外里见了一小孩 说小孩也不算太小 也有个十六七十七八年 小猴子干得漂亮 啊 吃的心高 在六尺开外 这个戏不粉嫩的 戏没大眼 鼻子口证 啊 唇死单猪啊 这就这么干净 这么漂亮的小伙子 我起码再一想 不是光是咱们这 姑父千岁这模样啊 也要顺利的 这小伙子 这么水灵 这么好看 独带共心 身穿一间英雄厂 这这这 什么人呢 夫人一看 问薛刚 不认识 薛刚也认识 不认识 夫人眼泪又下来了 怎么了 这就你侄儿 薛蒙的儿子薛斗啊 事实上他这老管家呀 历尽千难万险 不必抚跃刀枪 把他得背出来 也就是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我把他养大成人 哎呀 薛刚大叫一声 薛斗过来给 叔叔实礼 薛刚背后吸一气 把武器马再吓唤 夫人也紧张了 咱们这一看 见着侄儿 这薛刚这个心情 刚见过姑母 又见侄子 这举家 这举家 又哭了一通 完了之后 这才大排酒宴 都一呼传令 传令干什么呀 整个索阳光 放假三天 打个爷爷 吃 喝 折折折 该这个 放炮 放炮 该这个 明边的明边 爱什么 怎么的 随便 他说这怎么回事 老千岁 哦 说亲人来了 不知道谁来了 也没人敢细打听 在这会儿 这个 盘缓了几日 这才问呢 这时间长了 薛刚就把他所有经历 都跟姑父 姑母说了 把自己这个来历也说了 到一会儿就相当高兴 好 来得太好 借兵能唱别出去吗 还能啊 就唱这儿来借 我把索阳光 所有人马 全都给你划过去 你带走 夫人一听 行了行了 千岁 又没谱了 怎么呢 你把人马都给他带走 那怎么办呢 怎么 你在这怎么办呢 可说呢 徐康一听 我也不能都带走 您给我呀 拨个三千五千之众就行了 那哪行 实话告诉你们孩子 咱们索阳光照金兵三难 肯成是精兵 也可以说是钢铁之士 是我亲自训练出来 别的全心 唯独在这上 不能麻烦 这个麻烦不得 所以呢 我就把这人马给你三分之二 两万人马给你 你把他带走 如果说有些老罗参兵的话 你给我留心 你带走我还不放心 因为我们这都有感情了 我养着他 我把邹西人 给你表哥 给你 你把他也带走 听见没有 先办正事 你不是庐陵王封你为大帅吗 办正事什么事 就兴唐灭州 兵法长安城 可是又一样 你这次回去可不像你来 因为你要过关斩架 第一关 就西川关 我得给你写封书信 你才能平安 过关